他知道媽咪 我是我的公司的財神爺 所以到現在已經10歲了 其實他原來是一隻流浪狗 人家不要人 因為他是 現金或母乳 皮膚會潰爛 然後連他吃的東西都不可以有當牌子 竟然能夠因為當了我們公司的見獅狗之後 今年的5月9號滿10歲 所以我要讓各位知道 就是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也許經歷了一件事情 成就了你往後一輩子很重要的工作 那我願意在更多的講述是 我能把見識 因為我本身是基督徒 所以有很多人認為 這個見識好像是地方信仰 那我為了這個